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 今天要講的是一個歷史的時間點 這個時間點是1865年南北戰爭結束的時候 全世界的音樂都產生一個很重大的轉折 這個戰爭結束之後 黑奴就因此得到解放 把南北戰爭之前的音樂先簡單的介紹一下 在那之前這個世界的音樂你可以想成是由 歐洲的古典音樂 在當時其實不叫做古典音樂 另一種形式是各地民族的民族音樂 例如愛爾蘭有愛爾蘭人的音樂 遊牧民族的音樂、印度的音樂 東印度、西印度、北印度都不太一樣 非洲也有非洲的音樂 日本有日本的音樂 再來今天的重點就是軍樂隊的音樂 用我們的說法稱呼軍樂隊 英文的名稱應該叫做 Marching Band 比較像是行進的那種遊行隊伍 或者是說古號樂隊 當然這個翻譯的名詞 我們就不在這裡多做計較 大概在電影裡面你可以看到就是 這個世界在現代化之前的那種傳統戰爭方式 就是會有一個古號樂隊 會有小鼓啊、大鼓啊 然後甚至會有笛子 那在戰爭的時候 前線的士兵在槍裡面裝火藥、裝子彈、瞄準 每個人都站立、站成一排 然後看誰運氣比較好被打中或沒被打中 那個時期的戰爭是這樣子的 那古號樂隊在戰場上面的功能就是 提示士兵前進的步伐跟速度 另一種就是提振士氣 那個時期的音樂是完全沒有所謂的爵士樂 沒有搖滾樂 極可能一般的人聽到軍樂隊的音樂 也會覺得很好聽、很有趣 到了現在的軍樂隊的音樂 又融合了非常多後來才產生的音樂風格 例如說現在的軍樂隊的音樂 可能會有一點爵士樂的旋律在裡面 可能甚至會有一些比較funky的音樂 甚至比較R&B的音樂 都會出現在軍樂隊比賽的歌曲裡面 所以要有別於此 我先放一下比較傳統的Marchin Band的音樂 是什麼樣的感覺給各位聽聽看 當過兵 或者是你在某些場合會聽過類似的音樂 可能是在升旗或者競賽的壽旗典禮入場 有一些場合我們會有可能聽到這種 所謂的Marchin Band的音樂 我來說明一下這種音樂的一個特徵 它對於後來的音樂有產生很大的影響 第一件事情就是所謂的2 feel 2就是1,2的2 2的感覺 什麼是2的感覺 2 feel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會聽到在第一拍跟第三拍 會有一個低音 然後在24拍有一個高音的節奏感 會聽到的我簡單的用唱的方式是 在軍樂隊的編制裡面要表現這樣的節奏的方式 就是大鼓在1跟3 小鼓在2跟4 雖然不是永遠都這樣子 但是在很多的時候 大部分的時候會 以這樣子的節奏來運作 這樣會創造出一種行進感 一種推進感 有助於士兵在走路的時候 以這樣子的步調 1,2,1,2,1,2,1,2 你可以回想一下你看過的軍教片 或者是你上過的一些 也許是軍事性質的下令營 或者是軍訓課 或者是你會遇到T正步的練習 你會發現他們就在喊口號 就是1,2,1 應該不是1,2 就是1,2,1,2,1,2,1,2 甚至在調左右左右 就在調你的步伐 就說1,2,1,2 你不會聽到1,2,3,1,2,3,1,2,3 沒辦法走路 會覺得怪怪的 這個跟1,2 這個to feel 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另外一件事情是 rudiment 什麼是 rudiment 各位如果有看晉級的鼓手 我在台灣的片名是這樣翻譯的 這部電影在一開始 樂團指揮那個 band leader 跟鼓手 他們第一次在他的鼓房裡面碰面的時候 他就說了 Show me your rudiments 意思就是說 我要看一下你的基礎打點 Rudiments 這個名詞幾乎就是 純粹的指軍樂隊系統裡面 在 Martian Band 裡面 小鼓的鼓手 所在小鼓上面演奏的一些 鼓棒運作的方式 像是交替的 右左右左打擊 或者是像 Paradito 右左右右左右左右左左 或者是有 Flame, Drag, Rotamakue, Patafafra 各式各樣的名稱 那一般來說 爵士鼓手會常玩的就是 40種基本的 rudiments 那有些會歸納成26種 這些知識對於學爵士鼓的人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基本能力 接下來我要說明的是 南北戰爭結束之後所發生的事情 因為在南北戰爭 它還是一個非現代化的時期 事實上在南北戰爭結束之後 慢慢的開啟了 美國這個國家的現代化 南北戰爭之前 戰爭的型態 就是還是軍樂隊 然後大家 他戰一排用一種很古老的槍 在那邊塞火藥啊 裝子彈啊填充 但是在南北戰爭結束之後呢 當時因為戰爭所大量生產的 這些軍樂隊的樂器 這些Martin Band的樂器 一下子就變成生產過剩 閒置了 供應太多 所以樂器變成非常的廉價 沒有人要了 甚至就是被丟的到處都是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南北戰爭結束之後 某種程度的黑人不再是奴隸了 雖然他們的人權方面 還是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但是在至少 在當時他們已經不是奴隸了 所以黑人比較有 比較有自由 可以去做他們想做的事情 特別是在美國 原本黑人是 比較受到高壓的管理 比較沒有機會去接觸到樂器 現在軍樂隊的樂器 比較容易取得了 所以產生了一種樂器的形式 叫做Double Drumming Double Drumming的意思喔 它不是Double Bass的那種 那種演奏 不是Double Bass Drumming 是Double Drumming Double Drumming它目前 沒有中文的翻譯 所以在這裡我就 自己把它界定一個名稱好了 就是雙鼓演奏 也許將來會有更好的名詞 也說不定 雙鼓演奏的意思就是說 同時有大鼓跟小鼓 這兩個樂器 由一個鼓手來演奏 這在那個時期是一個 畫時代的變化 這也是爵士鼓的鼓主 開始的一個起源 Double Drumming的時候 把小鼓放在椅背上面 放成斜的 另外就是使用大鼓 在當時的大鼓跟後來的大鼓 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當時大鼓的尺寸 普遍是比較大的 你可能會遇到 26吋的大鼓 甚至到大到30吋40吋都有可能 現在的大鼓大部分是 22吋到18吋之間 特別小的有16吋 特別大的可能會有24吋 通常是介於這個範圍 但是在以前的軍隊隊大鼓 是比較大一點的 Double Drumming的意思就是 一個鼓手同時操作大鼓跟小鼓 所以他在演奏的時候 等於是一隻手敲大鼓 另外一隻手就拿著鼓棒打小鼓 演奏的還是Two Feel 基本上這個音樂的型態 還是跟軍樂隊的型態很像 但是他已經不是兩個人負責 兩個不同的樂器了 他是一個人負責兩項樂器 所以你會發現會有一個 比較忙的那種狀況 他有時候一個人要同時負責兩個聲部 這樣的概念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所以我一再的強調爵士鼓是一個 多聲部的樂器 接下來我要實際的示範一次 Double Drumming的打法 在這支影片的最後 我要示範一次Double Drumming的打法 在下一集我會講到Ragtime Double Drumming 那麼久 сто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